大家好,我杨风 有关日前,大疆无人机公司 被美国罚款2.79亿美元 市场传闻,大疆硬气地拒绝支付罚款 并且要退出美国市场 意思就是,大不了不要你美国的市场了 昨天,大疆出面 否认这项传闻 大疆会继续在美国上述 也因此,之前一些网络上沸沸扬扬的说法 就没有必要去讨论了 我们认为,大疆的策略是对的 继续上诉 如果上诉法庭还是判决大疆败诉 那就继续上诉 这个官司,不打他个几年,不要停止 这是市场的潜规则 想要成为世界级的科技公司 都会面临专利官司的问题 现今在台面上的全球科技大公司 有哪一家不打专利官司呢? 就算你不去告人家 人家也会来告你 闯荡江湖嘛 哪里有不沾过的呢? 我们看看这十多年来 三星与苹果公司在美国诉讼缠斗 官司打了多少年? 双方花了多少钱来打官司呢? 双方都聘请大量的律师和专业团队 缠送多年 这是大把大把银子的花 所以,应该继续同告他侵权的 德士荣公司Textra打官司 而且是打到底 美国的官司系统旷日费时 一场官司下来要排档期 因为诉讼的案件很多 还要传讯证人 要听证 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总 大江公司可以在期间 不断的提出试证 以及相关的文件 包括了科学与技术的文件 让陪审团充分的过目 把官司的时间拖长 当然,如果美国法院 为了国家安全的理由 采取诉讼 可能就无法拖长时间了 不过,在不断的上诉过程中 未必每个层级的法院 都会罔顾事实 因此,如果官司不剩 那就继续上诉 美国是一个律师多 诉讼多的国家 在科技业领域 打专利官司是家常便饭 尤其是从1990年代开始 科技公司相互之间的 专利权诉讼 更是变本加厉 以至于专利诉讼 成了美国大科技公司 压制其他竞争对手的手段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甚至于还出现了专利流氓 或是专利装郎 英文称之为 Pattern Chow 这是指那些 不是生产专利相关产品的公司 或个人 反而是积极地发动专利侵权诉讼 来获取高价的专利赔偿费用 2008年的时候 美国是全球专利纠纷最多的国家 专利诉讼案件超过了2400件 根据美国Pattern Freedom的调查指出 到2010年4月为止 美国有超过325家专利流氓公司 大部分的领域是半导体 以及软件应用 反正是哪里可以赚钱 就跑到哪里 哪里赚的钱比较多 就赚到哪里 美国的专利诉讼到后来变成 先发展的公司 先占据市场的公司 对后进来的公司 发动大规模的诉讼 其实这是阻碍科技发展的 其祸害更胜于市场垄断 这种专利诉讼等同于专利核弹 既然是专利核弹 如果要对抗竞争对手的专利诉讼 唯一的办法是 你手头上也拥有专利核弹 建议达成恐怖平衡 也就是说 当有人告你专利侵权的时候 你就反告回去 大家互相告来告去 专利核弹扔来扔去 双方缠送不休 能够达到这个地步 你的公司就不至于被竞争对手毁灭 如果你手头上有足够的专利核弹 多年缠送的结果 双方到最后就有可能达成 相互授权或是交叉授权 从而结束诉讼 如果你手头上没有专利核弹 那就等着挨打吧 三星和苹果公司在手机专利上 打了很多年的诉讼 最后就是靠相互授权 不过华人企业对这一点 可能还不是十分的熟悉 韩国的三星公司在这一点上 倒是有非常好的觉悟 以至于三星有非常庞大的律师团队 但是一般的华人企业 不见得愿意花钱聘请律师团队 只有为数不多的法律顾问 还是那句话 在国际大江湖混 一定要有专业的律师团队 这个钱不能省 而且在平常时期 就要有专业的律师团队 不能够等到事情来了 才聘请专业律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官司上诉对大江来说 是非打不可 没有其他的路子 因为今天如果大江认赔了 赔偿这2.79亿美元 明天人家还会找新的理由来告你 你就赔不完 这种例子是屡见不鲜 人家就是咬上你了 我们从这几年 美国对付华为的模式 就是最好的例子 2019年5月 美国对华为芯片封锁 2020年5月又采取了 零技术的封锁模式 后来又不断地修改 制裁华为的措施 一次比一次严厉 没完没了 不要想着说 在第一次判决的时候 就花钱聊事 因为美方的目的不在这里 不是只要你的赔偿金而已 而是要把你的公司搞到 然后让美国自己的公司 取代大疆的市场份额 这一点非常重要 要搞清楚 美方告大疆的真正原因 简单说 真正的原因就是 因为大疆太强了 在全球的民用无人机市场 占有率是75% 同华为一样 华为的5G通讯设备 在全球市场上有竞争力 美方当然会来整你了 几十年来 美方利用海外反腐败法 市场垄断 倾销以及专利诉讼 不知道整了多少知名的国际公司 台湾的面板大厂友达企业 以及广民公司等都被整过 对台湾的电子产业来说 并不陌生 在欧洲方面 也有法国的阿尔斯通公司 这些都是实际的案例 为什么美方这一次 祭出了专利诉讼手段呢? 因为这八年来 许多的手段都诱上了 但是大疆仍然非常强大 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 因此美方只好祭出了终极手段 而且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们来看一看八年来 美方用过的手段 2016年 美国国会通过数据安全的提案 限制大疆的销售 那时候大疆的市占率 约为60%到70% 2017年 美国宣布 不允许其军事部门 使用大疆的无人机 理由是国家安全 2020年 美国商务部将大疆纳入了实体清单 对大疆实施进出口管制 2021年 拜登政府扩大新疆棉事件 以此为理由 对大疆等科技公司 进行追加制裁 然后是2022年 美国把大疆等13家企业 列入了芯片出口黑名单 但是 美国把方法用尽了 还是无法把大疆打下来 大疆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 是75% 在美国民用及军事领域的占比是 80% 美国打压大疆的结果 大疆却是越打越强 到最后没办法 只好记出了终极杀招 转离诉讼 大疆为什么这么强呢? 就连美国对其限制芯片的出口 也无法打倒大疆 第一个原因 当然是大疆的技术 并不依赖高端芯片 所以还是能够生存 第二个原因 大疆的性价比够强 能够做到产品比你强 比你好 然后价格只有你的一半 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这就是实打实的强力竞争 也就是说 无论是从技术或是价格层面来看 都比不过大疆 以技术层面来说 如果技术同大疆相同 价格一定很高 不是普通的高一些而已 而是高了两倍 技术比大疆好的 价格更是高得不像化 如果价格能够跟大疆相类似 那么品质肯定很不好 在这种情形之下 客户就不敢随便乱买 如果随随便便买了 那你的无人机 也会很容易的 随随便便的就摔下来 大疆则是硬底子的高性价比 难怪在全球民用无人机的市场占有率 是70% 那么大疆为什么可以做到品质好 价格又便宜呢? 说穿的就是整个中国供应链的底子 在中国大陆有完整的供应链系统 从摄像头、处理器和芯片等 应有尽有 在这种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之下 大疆可以专注于技术和系统设计 在完整的供应链配套之下 可以对产品的成本进行优化 所以 大疆呈现在世人眼前的 不仅仅是大疆的技术 还有整个中国供应链体系在背后的支持 这就是其他的无人机竞争者 无法同大疆竞争的原因 因为你拼不过中国的供应链 说到这里 这已经是整个产业链体系的问题了 以前 人们都说 美欧日等国际级的企业 占据了高端产品的市场 因为美欧日企业有技术 1980年代后期开始 美国向全球大力推行全球化 进行产业链的分工 从此之后 美国自以为 可以占据高端的科技产品设计 并且掌握一些核心的技术与专利权 就可以从此高枕无忧 占据全球供应链与消费市场的顶层 但是 美国万万没有想到 中国的供应链会建立的这么完整 并且逐步迈向高端产业 而且一旦中国迈向了高端产业 那将会是一条龙全吃 从科技技术 产品的系统设计 一直到产业链 完完整整 中国科技产品的竞争力就出来了 中国大陆这种模式相当的吓人 这里用吓人这个字眼 没有说错 我们做一个比较 就以民用无人机市场来说 有技术 但是没有完整的产业链 成本就会大幅提高 竞争不过大疆 如果没有技术 或是技术底子不够 那立马被大疆秒杀 这是活生生的例子 再以纯电动汽车产业做例子 中国有完整的电动汽车产业链 从纯电动汽车电池 汽车芯片 以及各种的相关零部件 产业链完整 放眼全球 能够同中国纯电动汽车产业竞争的 大概只有美国的特斯拉 特斯拉 特斯拉还有个优势品牌 特斯拉之所有品牌优势 除了技术之外 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特斯拉跑在了业界的前头 特斯拉是该行业的先行者 以此观之 美欧日等国的科技大厂 在同中国竞争的时候 不占据优势 最后来谈一谈EUV光刻机 市场传言 荷兰ASMO公司的EUV极指外光刻机 有10万个以上的零部件 是多国技术合作的结果 整条产业链散布在多个国家 由于中国大陆被美国限制 买不到EUV光刻机 只好自己埋头苦干 努力开发 如果中国的EUV光刻机 开发出来了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那不就表示 中国以一国之力 立抗多国技术合作的结果? 这岂不是说 往后在科技产业上 除了软件之外 凡是硬件相关的系统产品 将来只有两种品牌 一种是中国产品 另外一种是非中国的多国产品 可是 只要中国的技术上来了 多国产品能够跟中国竞争吗? 多国的技术产品 得要追加额外的运输费用 与时间的成本 很不幸的 在价格上肯定拼不过中国 因此 中国在科技产业上的模式 对不少西方企业来说 是致命的 因为他们的企业将丧失竞争力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这里是风云天下 杨风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